我比較過已經有政綱的另外兩位 葉劉淑儀和曾俊華 他們沒有提及過中聯辦或其他駐港機構 在香港干預香港的內部時報 胡官寫到白字黑字選定 有關港澳系統說中聯辦干預香港政治的社會討論 令市民產生西環治港的觀感 憂慮一國兩制不能有效落實 有人問你跟中聯辦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擔心你會不會擔心 當選之後會跟這些駐港機構的關係不好? 不會的 一國兩制是一個很好的構思 我們香港得以保存我們一向的系統 我們的機制全部都能保存下來 因為一國兩制 最重要是無忘初心 一國兩制的初心是什麼? 香港自己有自己生存的空間 一國有一國自己的空間 大家河水不凡井水 完全是 你可以說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香港誰做立法議員 關國內什麼事呢? 除了有個人可能有關事 就是個特首 因為特首要根據基本法 要執行中央 給香港特區政府的指令 有關基本法裏面的指令 那個要執行 所以 做特首 有兩個boss 一個是中央政府 一個是香港市民 這個呢 但是過去幾年我們見到不是這樣 你看到不是這樣 你看到不是這樣 有些人 撿得正 有些人撿不正 我就最撿得正的人 是做什麼都是獨立的 什麼都是獨立的 我做選舉也是獨立 做勾線都是獨立的 沒有人去干預我的 嗯哼